这个香气喷喷的这个牛肉炒芹菜已经出锅了 今天是想炒牛肉的 大家现在看到锅里的是牛肉上的牛油 我们把肥肉的牛油炸一炸 就用这个油来炒牛肉 营养也丰富 而且非常符合高脂低碳饮食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构成 牛油非常的香 但还可以省自己的食用油 我比较喜欢就是用原先的动物油脂来炒这个菜 因为西餐也很小就这一点 这个牛油炸出来的话 如果家里面想做火锅也可以用这个牛油做火锅 特别好吃 这个已经开始出油了 这个含油量非常大的 这个油炸到最后呢 剩下的这个渣子呢 就是牛油渣 大家可以留着吃 就是放在锅里或者单独盛出来 放一点盐 放一点胡椒 就非常香 也可以扔掉 就随便 这个是大家自己制定的 你看 简单一炸就出很多的油 这个牛肉 这个牛肉是我事先腌制好的 其实越是这样好的牛肉呢 处理方法越简单 就拿酱油啊 料酒啊 腌一腌就可以下锅了 这个锅里的油渣子呢 我们是留着的 因为我还蛮喜欢吃这个的 大家可以如果不喜欢吃这个 可以捞出来 这个就大火炒 就快一点炒 来就可以了 保证它的这个嫩度 好 下一点点生抽 因为我刚才呢 腌制的时候加了一点 所以我不会加特别多 然后到这个程度呢 就差不多要出锅了 因为我们待会还要再回一下锅 我们今天是芹菜炒牛肉 然后这个油就是刚刚那个炒牛肉的油 这个呢 蔬菜就是简单的翻炒 然后翻炒到一定程度呢 差不多快熟的时候 就把刚刚炒的牛肉 把刚刚炒的这个牛肉 跟它放回锅拌在一起 再略调味就可以了 我这个葱姜呢是后加的 如果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 也可以先加在牛油里也可以 芹菜呢是营养非常丰富的一种蔬菜 它每100克芹菜呢 含钾的量就是200毫克 另外它还富含有铁 除此之外呢 它还富含有纤维素 这个纤维素呢 是对我们人体肠道健康非常有用的 一种 这个怎么讲 是一种碳水化合物 但是我们人体不能够消化吸收 它呢是有利于我们清理肠 调节肠道的这样一个健康的 非常好的一种蔬菜 所以有机会 就是糖尿病人呢 其实可以多吃一些芹菜 那牛肉呢 大家都知道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而我呢保留了这个牛肉中的这个牛油 就油脂的这样的部分 我全部应用在这个这道菜里面了 所以呢牛肉炒芹菜这道菜 只要你把牛油加在里面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脂肪蛋白质 以及这个其他微量元素 含量非常丰富 非常均衡的一道很健康的低碳美食 那刚刚我们炒的牛肉呢 我们现在就放回锅里 跟这个芹菜拌在一起 就是牛肉呢 为什么不放在一直在锅里翻炒呢 因为这样它容易老 这样这种炒法呢 它就是可以保持牛肉比较鲜嫩的 这样的一种程度 我们选择的牛肉呢 就是在Costco买的那种牛排 可以煎牛排的那种质量品质 比较好的牛肉 这样吃起来呢口感更好一些 这个香气纷纷的这个牛肉炒芹菜 已经出锅了 这道菜呢实际上是非常健康的 刚刚已经讲到了 里面富含有蛋白质 还有牛油的脂肪 还有这个纤维素 还有钾 还有鎂等 微量元素 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呢 是非常友好的 我来尝一尝 看着怎么样 我在炒的时候呢 保留了里面 牛油炸过的那个油渣子 现在那个呢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会增加这个菜的风味 嗯 好香啊 芹菜也很好吃 牛肉也非常的鲜 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 登登 之后呢我也会吃完这道菜之后呢 我也会监测一下观察一下自己的血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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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